点球大战 日本汉服克罗地亚总比分2比4 无缘世界杯8强 赛后 日本主帅森保一鞠躬致歉 本届世界杯森保一的临场指挥非常出色 没想到 国内媒体人马德兴却对森保一开喷 本届世界杯 日本与西班牙 德国 哥斯达里加同组 最终二胜一副利亚西班牙 德国 小组投名出现 16强战 日本对阵克罗地亚 战至点球大战被淘汰 日本4场比赛打进5球 丢4球 客观来说 日本的表现已经很出色了 但森保一赛后非常谦卑 向球迷鞠躬致歉 毕竟 日本球迷很伤心 国内媒体人马德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日本队的运气在小组赛全部用完了 一而再 再而三 还是那句话 有个高水平的教练 日本队完全应该进8强 对于马德兴的言论 球迷很不满马德兴这张嘴 就是用来抽的 我们下期再见 一点点